来自中国的王俊玉对阵来自西班牙 哈维尔·埃尔南德斯 那这场比赛本来的对手 哈维尔的对手应该是来自白俄罗斯的埃尾尔 由于埃尾尔是这个白俄罗斯 泰拳国家队的队员 而又正式召开了这个当时泰拳锦标赛 所以他必须得替国家出战 对没有办法来参与比赛了 由后面替补习的胜者王俊玉顶替 王俊玉来自西红创西 是一个散打戏的选手 他的对手哈维尔·埃尔南德斯 在上场比赛中是战胜了冯亮 也就是这个明辉最强悍的重击手之一 还有来自泰国的昆巴特 出现了比赛 it's short time 的冠军 王俊玉上来之后呢 是一个毫无保留 直接就是开始了 自己的全面的火力攻击 是 在上场比赛上哈维尔是 KO了昆巴特 是 王俊玉在这场比赛中也要小心对方的重击能力 哦 这个踢到 这个需要调整一下 刚才呢那个王俊玉就失忆说这个 这个之前就有这个扫盗过的这个 呃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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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这个正反 正反驾 王俊玉是个反驾 后手 王俊玉这么攻啊还是要小心一点对对方也是一个攻击很有威胁的选手 对 啊 啊 哈维尔南德斯呢是有四十八胜 哦 哇 打到了 我并没有多秒 并没有多秒 对 四十八胜里有二十八次KO啊 是 哈维尔很危险的 对 嗯 在刚开始的时候王俊玉的这个 权力 对 权力的攻击 其实哈维尔呢 应该说呢 反正是在 试探一下看看他这个整个状态能够到死 刚才王俊玉的三次后手和刚才他这次前摆很漂亮啊打的 后面打到打到防御手上了 又打到防御手上了 还有防守暴架还是非常的严厉 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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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啊 并没有 进行休息 漂亮 哦 塞到下巴了 哦 这下这个时间差打得非常好 打退了 哦 刚才这个右手拳打到 现在我们看这个艾尔南德斯啊 慢慢的把自己的这个进攻的节奏和力量提上来了 嗯 两个人都是一种 比较在意质量的 是 打击死 重量很重 哇 后置前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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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比赛 相对于上一场这眼花缭乱的这种进攻速率来看 对 这场比赛两个选手更在乎每一拳的力量 是 这是两门重炮的这个对手 是 哦 后手塞到 王军玉的这个进攻的运动相对比较大 哦 第一回合结束了 两个选手呢应该说这回合打得很火爆啊 这两位都是重拳型的选手 对 这也是另一种美 是 我们看到 在王军玉的旁边呢是战着一些无上新的教练 该给他进行支招和指导 那么另一方面啊他这 南德斯感觉状态上没有什么大大影响 是比较稳健 刚开始的时候呢 李王军玉呢 就是有这么一波进攻 没错 二南德斯表现还是比较沉稳的 就是因为 王军玉往后退的瞬间 对 打到正好他的这个重心呢也是向后偏 也是中到了一个重拳 对 片子 第二回合 从 red去控制一下距离 王晋宇的后手和这个后腿的进攻还是很有力量 是 只要在这个准确性上和这种隐蔽性上再提高一些 因为他现在后手打得太明显 对 前途这动作一出啊 这看 这很明显 就是后面这个进攻要是 王晋宇的右手击中对方 对方一个第一次要砍到了大腿内侧 漂亮 漂亮 这下一个上钩决赛道 呃 自己后仰仰不太多了 看样子这个哈 还有点的阿尔兰斯一直在寻找这个输出对输出中击和终结的机会 对 但是现在只是这个靠好反而抱下赢的这个 呃 王晋宇的这个进攻在往前走 是 王晋宇的路线选择是正确的 选择对方的弱势手 那这样的情况下可以 控制对方更多的进攻 漂亮 右摆打到了 后面 哦 后摆前摆 挑戏 漂亮 这挑戏非常突然 王军玉的活手集中 努力和抽屈下 没有在途去的时候 就是4倍的 可以有效缓解对方的 nuevo 后手拳和后腿的力量 这个步伐头位是很对的 包括现在哈维尔其实一直躺 找机会输出动机 对王军玉一直在移动 对 这下有好 王军玉要小心 王军玉又重两拳 王军玉又重两拳 王军玉要调整 又重一拳 一点吸 王军玉又挺吸 王军玉刚才这下直接是 全球入局之后都没有防守了 王军玉已经 有点问题了 已经中了很多拳了 王军玉应该说呢 在这个意志上 还有这个抗价能力还是很不错 不错 延续受到Hiver的重击啊 前台最后的几秒钟 吕西 很小 放球圈上 最后的这一分多钟的 这个是 王军玉这一回合的分数不会太高 你别耿到他的节奏 如果要这样打压度的话 对王军玉其实是非常的危险的 是 因为在这回合的最后的时段 我们看到了这个Hiver的连续中击的 恐怖的杀伤力 在此之前已经终结了昆巴特的Hiver 我们也很担心 如果要再这样打下去的话 王军玉的体能什么时候能 会有扛不住的时钟 对 因为连续的这个被对手中击 这是对一个运动员的一个体能 是一个很大的笑号 期待一下第三回合 好 进入第三回合 我们很担心王军玉的这个体能 王军玉的这个走位还是选择的不错的路线很好 好 进入第三回合 王军玉的后手怼到了 王军玉的后手怼到了 哦 失去平衡 是 哦 打远这会儿 整个的这个进攻状态 比刚才又要积极了 是 而且王军玉 在这个经过的这个 上一轮这个连续中击 后体能有一个的 卡西亚裁判朱冰要求王军玉出后手了 是 啊 果然出后手 是 卡维尔载一波 王军玉虽然一直在保持移动 但这一场比赛 如果按主动性和这个有效性 以及中击数 卡维尔应该这一支他有优势 尤其在上一回要非常明显 但是相对于上一场的 尼多刚刚来说 哈维尔的中近自立的进攻更凶悍一些 是啊 那这样的话面对招九玉贵 两个人可能会打出一场很好看 非常精彩的连续下也是 值得很期待 哇 这个中范 那王军玉 那王军玉 那王军玉的后手拳的 主持度不错 不过力量差一些 不过力量差一些 移出来 这个战处没有 对 打完移出来 连续这几次哈维尔的大型攻速都没有打到 哎 十秒钟 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呢我们看到了哈维尔埃尔耐德斯的这个非常强的进攻的下场里 是的 那王军玉 在整个战术上的合理的运用 以及在比赛当中的那个坚毅的品质 这个品质真的是不错 面对一半百分之六十的中戒率的对手啊 而且中了对方多少拳 是 我们很看好这位选手 我们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锤练 他可以做得更好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一号裁判 二十七比三十 二号裁判 二十七比三十 三号裁判 二十七比三十 比赛结果 蓝 放射 祝贺阿维尔 下 twenties 三十八 五十五 二十五 五十三 一三 二十八